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随便安迪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坐在家里面 然后和你们拍视频聊天了 因为我最终换了新的相机以后 更多的拍摄场景都是在户外 然后拍Vlog生活记录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也希望可以拍摄更多类似这样的视频 比如说开箱啊,分享 或者聊一聊有关俄罗斯的文化历史 然后等等等等之类的 当然你也可以写给我 你喜欢或者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我们可以聊一聊天 然后分享一下有关于这样的一些故事 那么这期视频作为2019年的第一期 坐在家里面和你们聊天分享的视频 那么我想拿2018年我买过的 最满意的五件东西 2018年我买过最满意的第一件物品是 就这双球鞋 这双球鞋的名字叫做 Nike Air的批捧一代 这是一双七点篮球鞋 买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它的配色还有版型 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类型的 所以我也缺少这样的颜色 而且我也缺少一双篮球鞋的通勤鞋 这是我第一双 所以我就以当时900块钱的价格 在去年6月份我就把它给买了回家 我最大的个人感受就是这双鞋 别看鞋底这么厚硬邦邦邦的样子 但它其实走起路来是非常的舒适 而且它的版型 它的中帮的设计是给你的鞋有一定的包裹心在里面 而且它的透气还是OK的 就是你夏天如果不是很热的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穿这双鞋的 那么如果你的城市很热的情况下 我不建议你就夏季穿这双鞋 就是因为还是蛮热的 就是你夏季穿的时候 那么它也是我在2018年 买过这么多双鞋里面最满意的一双 好我们刚刚聊完鞋子 那么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2018年我买过最满意的一件衣服单品是 这件羊毛衫 那么这件羊毛衫 我当时入手的时间是2018年的圣诞节的前一天 然后我当时入手的价格是5000鲁 将近500多人民币这样的样子 那么这家羊毛衫的公司或者他们的工作室吧 是一个叫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公司 然后他们在莫斯科有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但是毛衣的产地是来自爱尔兰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100%的纯羊毛的 但是它还是给我非常大的舒适感 就是保暖性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非常的好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觉得你在这么寒冷的冬季 缺一个羊毛衫你是很难受的 就有了它肉就1.2 就你不需要再戳 那你就不需要穿更多的打底衫在里面 所以呢我当时就决定买了这件羊毛衫 而且买这件羊毛衫很符合我一个穿衣服的理念 就是纯色 我平时也有B站的人问过我 就是啊学长怎么穿衣服 然后有什么意见 但其实我没有什么穿搭理念 或者是我的穿搭理念就是 我从来不穿带有图案的衣服 而且我只穿一种色 或者是两种色 我不穿拼接色 就是你可以翻看我的Vlog 或者更多视频 你会发现我的衣服从来没有logo 而且不会有像什么隔条啊 或者是这样一条色 这样一条色的衣服存在 我永远都是只穿一个色 就一件上衣就是一个色 然后这也是一个色 裤子也是一个色 我不会穿其他更多的重复色的东西 那么第三件 你一般年买过最满意的商品 你是2018年买过最满意的一件科技产品 就是这一款无线耳机 我觉得这款无线耳机算是我 真的是2018年买过最好的一件科技产品 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便携 真的很实用 它的便携是因为你只要 把这个小东西穿进兜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出去 然后你只要享用用的时候 你就直接拿出来 放到耳朵上 而且它的舒适感的程度 可以一度的让你忘记 你的耳朵里是有挂着耳机的 而且它的运动性是非常的好 就是你戴着耳机你去运动 几乎是不会有掉落的情况 你哪怕跑步也好 然后去健身也好 是基本不会掉落的 只要你的耳朵是正常人的耳朵子 那么它的音质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就跟普通的苹果小白耳机是一样的 就不会很差 但也不会很好 那么它有一个黑科技 就是它的充电的速度 真的是贼快 那拼射耳机充满电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用到三到四个小时 然后我 那么我只要把它放进耳机盒里面 大概过十分钟 它就可以就充满电 满血复合的等待你使用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苹果非常黑科技的地方 那么就是它的使用的时间 还有它的充电时间 可以做得如此的高效吧 聊了一些生活用品 还有科技产品 那么第四件 我2018年买过最满意的物品 就是最有情怀的一件东西 就这一款胶片相机 佳能的QL173代 这是我买的第一台胶片相机 这也是我买过至今 为止最满意的一台相机 呃 当时它买 当它购买的时间是2018年的8月份 然后是1400入手的 当然胶片相机是机身不轨 但是胶片跟你冲刷的费用是很贵的 但是它的贵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所拍的每一张照片 真的是让你喜欢到无法释怀 我虽然拍的胶卷目前还并不多 但是我可以说 我的每一次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是我非常非常想要拍那一瞬间 然后拍下那一瞬间 当别人洗出来 然后把照片寄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非常的棒的 就是这种质感 这种色彩是我是我想要的 也是胶片相机独有的 好聊完了衣服鞋子 还有科技产品 以及摄影这些东西之后 我想最后给你们分享 2018年买过最满意的第五件东西 就是它老干妈 可能这时候有人发弹幕在笑我 说虽然你好土啊好落啊 没有吃过老干妈 但其实其实真的 这是我严格意义上来说 吃过的完整的一罐老干妈 这是我不久之前吃完的 我为什么说第一次吃完它 是因为就是在我家里面是不吃辣的 然后也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吧 因为我们家吃的口味很淡 所以就这样偏重口味的 带辣的东西到我们家就没有出现过 所以就很遗憾出骨了 20多年吃它的机会了 那么当时机缘巧合之下 我家里东西都吃完了 我就只剩下面 还有老干妈 我当时就把这个面煮开 然后把老干妈倒进去拌面吃 这一吃就不可收拾了 就是 就太好吃了 我觉得好像在想哭 我觉得为什么老干妈为什么好吃 为什么之前没有吃到 我觉得好可惜啊 超过这么多年 然后这个真的是 这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一件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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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品 就是 太好吃了 因为 那么我之前也真的没有想到 它会这么好吃 所以它真的是给我在2018年 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惊喜 就是老干妈 所以呢 我也把它吃完了 过一天我也要去把它补过 再买多两罐放在家里面存着 虽然这五件东西看起来并不是名牌 也不是非常高大上的东西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买过2018年最满意的 最满意的东西 那么如果你也有你喜欢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非常满意的东西 欢迎在评论下方告诉我们大家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 一起来分享一下 2018年你买过最满意的东西 有哪一些吧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的B站 还有我的微博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